以前的我對未來沒有什麼想法 有點隨波逐流 但這四年來旅行真的教會我很多事 在四年前的時候 我在校園裡面看到一個小招牌 它上面就寫 真選去柬埔寨當海外志工 我那時候就突然覺得 哇好像是時候可以改變我的人生了 在這一個月裡面 最後幾天我就快要沒錢了 於是我就決定 好不然我去路邊幫人家畫校巷來賺旅費好了 可是那個時候一有這個想法之後 又覺得很害怕 對上的一個老師 他就跟我說 他說欸柔安 我真的不知道你為什麼要這麼煩惱 這件事情你去做了 然後成功了 那它可能會成為你一輩子一個很大的轉捩點 那如果失敗了 你只會損失半個小時而已 於是我就上街擺攤 遇到了一個英國的客人 他叫做Charlie 我一開始畫Charlie的時候其實我很緊張 我的手是一直在抖的 我沒有辦法好好畫出一次線 那在畫完的最後呢 我就寫了兩句話送給他 然後他看到之後他就很高興的 把他夾在他剛剛看的書裡面 然後就跟我說 從今以後我看到這張畫 就會想到你還有柬埔寨的一切 這時候我才發現 欸原來街頭藝人這件事情 它可以不用只是一場交易 它可以是人跟人生命的交流 有嗎 謝謝姐姐 你幫我發杯子 有啊 我覺得旅行對我來說最有趣的就是 可以Cosplay別人的人生 像我在蒙古的時候 我就會跟蒙古人一起去騎馬 跟他們的遊牧民族部落 一起學著去打水 然後學著去牧迷路 以前我都覺得旅行是一種 讓生活透氣的方式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旅行 是在尋找適合你的生活方式 那在書中我提到一件事就是理解 我覺得這是我在旅行中學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非洲的時候啊 我去過哈姆爾族 女生會常常在慶典的時候 被男人用鞭子鞭打他們的背 我一開始看到其實我是覺得蠻難過的 也有點生氣 但我後來待在非洲越來越久之後 我開始理解了 他們會這樣是因為力量 對他們來說是審美的關鍵 只有你真正去理解它 那才是最好的答案 旅行對我來說最大的目的 就是我希望可以讓我的心變得更強壯 因為在旅行中會遇到太多太多極端的感受 極端的孤單 極端的痛苦 極端的憤怒 極端的害怕 這時候就是好好地感受它 然後練習讓自己回到平穩的狀態 以前呢 我不會太去關心國外的事情 尤其是那些黑暗的事情 像是什麼非洲的饑荒啊 除季的問題啊 這些 但是因為我真的走過了那些地方了 我真的認識了他們 他們都是我的朋友 所以現在的我開始會主動地去看這些議題 然後開始地會主動地去了解他們在過什麼樣的生活 因為它已經開始跟我有了連結 已經不是陌生人了 一會兒 絲維端的原因 人生無論如何